关于这次台湾有史以来最重大伤亡的铁路事故 花莲县政府严正的再次声明并强调 本工程案的业主是交通部 得标的厂商名指是东兴营造厂 至于东兴营造厂要转包或分包给任何单位 与花莲县政府无干无涉 要追究相关的责任 应该是由铁路局跟交通部承担请这责任 这是第一点 工程会目前所追究的这家厂商 事实上104年花莲县政府主动移送检调单位 如果依照采购法 这家厂商104年精通报纸后 最多停权一到三年 也就是108年之后 这家厂商它一样可以参与政府的任何工程去承包 请为于本案何干 这家厂商特代行的区别 Ursula